你好,我是你今天的啟示人檢測員 然後我今天要告訴你的是你的腰臀筆的比值 然後剛剛量測出你的腰圍是79公分 臀圍是90.7公分 然後,呃,計算出來的值是0.871多 然後,計算出來 為什麼要計算出這個腰臀筆呢? 就是要看你的有沒有肥胖 或是你的心血管疾病等等這些風險因子 你是不是比較偏高 然後,呃,接下來我們要對照腸模 依照腸模男性的正常值是在0.85到0.9之間 異常是大於0.95 呃,也是0.871 所以也就是在正常值之間 呃,所以你的風險因子就比較低 呃,比較沒有這種風險因子,這樣就可以了 是1,802 1,803 1,704 3,0904 2,1,103